大家好,这里是日本美食美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前段时间的一个新闻 说日本的一对甜瓜竟然拍出16万人民币天价 有没有好奇日本的甜瓜为什么卖那么贵呢? 今天就带你们参观山梨县一家种植温室香瓜的农园 一起来寻找答案 虽然当天下着小雨 负责人何田先生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这里是日本首个低农药和不使用化学肥料的温室 种植的品种是有甜瓜之王之称的阿鲁斯甜瓜 有个很好听的名字,亚 糖度能达到15以上,并且保存时间相对较长 那么这样高品质的甜瓜究竟是怎么种出来的呢? 何田先生告诉了我们三个秘诀 1.集万千宠爱与易瓜 为了使营养全部集中到一颗甜瓜上 需要摘除多余的果实,叶子,花朵等等 一株只结一颗瓜 2.特调的灌溉水 用高浓度氧气溶解装置将氧气充分溶解在水中 并加入甜菊糖,乳酸菌,微生物等等 再进行灌溉 这样的话呢,可以激活土壤中有效的微生物 促进作物对营养的吸收,增加甜瓜的甜度等等 3.关门,放二氧化碳 每天早上5点用这个装置将二氧化碳释放到温室中 并用换气扇促进循环3个小时 可以促进作物的生长,改善果实的品质 还能提高作物的抗病能力 这样种出来的甜瓜味道究竟如何呢? 临走时和田先生摘了一颗送给我们 顺便教大家挑选网纹甜瓜的两个方法 首先要挑网纹较细,分布平均,并且密度大的 其次,不要挑大的,而要挑重的 下次买的时候不妨试试哦 为了验证它的保存时间,我们特意等了两周才来吃这个瓜 一切开,香味就扑鼻而来 看上去水分也很充足 尝起来呢,入口即化,而且确实很甜 不愧是甜瓜之王 大家猜一猜,这样一颗甜瓜究竟卖多少钱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你的答案 我们将在不久后揭晓 以上就是这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拜托点个赞哦 关注我们,今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日本美食美景 感谢观看